位在瑞穗溫泉路的这一间野菜火锅店 是叶佳平八年前所开设的 一季节出当季的野菜 他希望让涛客能吃到最原汁原味的野菜 我们每天都会出三种不同的野菜 因当季的季节而变化 然后我也希望说客人可以吃到我们最原来的东西 特别的是叶佳平用珊瑚椒跟红翅葱作为汤头 也让前往享用美食的民众感到很特别 来这边他就融合一般原住民他们很特色的野菜类 然后又不是说我们一般在城乡里面吃到有还有点肉味 这样融合起来我们都能够接受而且非常养生 叶佳平不仅自己种植野菜 也跟部落族人收购菜园里种植的野菜 每天现采清脆鲜嫩的无毒野菜 包括龙葵野餡菜 木鳖籽 山窝具 地瓜叶等 透过自制的汤头推出讲究养生健康的野菜火锅 记得赶到麻药花林瑞穗采访报道